杜菌花的盆栽管理 选盆 可供栽培的容器 有泥制的瓦盆 淘制的紫砂盆 瓷盆 以及塑料盆等 瓦盆盆壁输松通气 价格低廉 经济实惠 缺点是外观粗糙 容易破碎 紫砂盆的通气性略差 但质地细腻 造型优美 更有湿化提克装饰 本身就是一件精美的艺术品 塑料盆盆壁薄 质地轻 搬运方便 不以破碎 便于消毒 清洗 缺点是通透性差 不耐重压 婴儿用塑料盆 必须用排水性好的 清制培养土 才行 栽培杜菌花的容器 还应随植株的大小 而经常变换 原则是养杜菌 必须紧盆 即即可能用尺度小的盆 如果渺小盆大 往往会治水过多 早肠烂根 早肠烂根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